人生不如一 十之八九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 我是娜娜孔 跟大家隆重介紹 今天我們特別來賓 動感二廚 阿拉斯 動感二廚來了 一定是要這麼有節奏 跟你說動感 我們算是認識了幾年了 阿拉斯 15年了 我都15年 一個小時都高中囉 今天要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 超過15年才能做的這個 草莓生乳酪蛋糕 麻煩我們的阿拉斯 再讓我們介紹一下 餅乾底的材料 好的啊 蛋糕底的材料就是有 奶油餅乾在這裡 打成粉 打成粉 還有那個奶油在裡面 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要來講 蛋糕底的 蛋糕底的什麼呢 快 不行 不行嗎 我真的嗨不起來啊 邊緣人跟結束話題的人就是我 那我現在要介紹呢 蛋糕底的材料 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有美式的乳酪 放在室溫久一點 讓它慢慢軟化 等下就是拌起來的話 比較簡單 接下來呢就是糖 糖 無糖的優格 優格 優格 檸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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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新鮮奶油 動物新鮮奶油 已經講過了 不要再用植物性的囉 小朋友們 千萬不要再來了 草莓泥 草莓泥哪裡可以取的 請用你的青台幣去換 好 青台幣去換 接下來是整個蛋糕的靈魂 沒有 這個你也比想做草莓蛋糕 不是呢 草莓 阿拉斯跟我們講一下草莓要怎麼挑嗎 其實草莓挑選的這個方式非常的簡單 怎麼挑呢 怎麼挑 就吃就對了 草莓不要想說越大顆的就越好吃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不一定喔 因為有時候都會大真的蠻好吃的 那這什麼我就不多說 我就不多說了齁 活到這個歲數自己體會 神乳酪 沒有要烤 沒有要烤我們不進烤箱 那它是一灘水啊 所以我們要讓它成形 只能靠這個 豬皮提煉的吉利滴 所以吃素的朋友要加 吃素的朋友這一集 就是當作在看我們兩個人交為 前面他們還說耶 耶 臭梅素的 巴巴 淨淺吉利 那我們現在要做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餅乾底的部分 買回來的奶油餅乾 是一片一片的 之後呢我們就是把它敲碎 沒錯 那但是你是動感餓廚 我希望用你的方式詮釋一下 你想像一下它現在方方冷在裡面 是 就兩個就是湯匙啊 或是攪拌棒 你就可以做一些 嘿 所以我熟了 有熟骨 欸熟呢 為什麼我會跟著想跳 把那個你就用盡你的一身的愛 然後把它想盡辦法把它攪碎 也不用攪得太碎 粉痕你就 對 其實有點顆粒 你不用怕 對啊 之後呢我們就是要把 剛剛準備的這個奶油呢 要把它變成奶油水 所以需要隔水加熱 因為隔水加熱比較安全 那個奶油也比較不容易會焦 好 那我們請打開卡式爐 好 來囉 開囉 為什麼 剛才新鮮說要服務鏡頭 所以我想說要開囉 有拍到嗎 其實其實沒有 好 其實 它其實很快啦 已經是液體了耶 好 你再度服務鏡頭 但是我們以一種優雅 它根本沒有要拍你 好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倒進去 剛才已經打碎了奶油餅乾 好 那倒的時候你就是可以 阿沙里一點 那我們就是稍微 攪拌到每一個餅乾 都有沾到奶油 對 這個就不能強求 跟感情一樣 大概已經融合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好香喔 我們就可以入模了 動感二廚為我們示範 如何讓餅乾入模 好 入模就是這樣 怕你要怎麼樣 是真的入模了 走火入模 好可怕 沒有啦 就放進去了 以後 因為它是餅乾底 所以請你把它壓成底 因為現在是一個小山丘 你用的方式 你用的 比如說 這就像是這個 灌老闆 在漆壓底下這些老百姓 哎呀你們都是可憐 要為我做工啊 我是你的主管 所以我把你當成我的 踏腳石 我死命地壓你們這些 可憐的老公階級 好 好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餅乾底壓好之後呢 其實它還是需要進烤箱 你用160度烤的10分鐘 它會比較香 它會比較香 而且比較酥脆 但如果你沒有烤箱 也沒有關係 你就要把它冷凍 對 讓它成型 讓它成型 好了 我們做所有的生理路蛋糕 是不是要先泡吉利丁 吉利丁 那吉利丁要泡有一個小秘訣 就是用冰水去泡 對 千萬不能用熱水喔 它就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它就沒了 就消失 那一開始呢 草莓要先切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處理 乳酪蛋糕 第一個一定是先把我們剛剛室溫的乳酪呢 就是把它打軟 打軟之後呢 我們就是先下二砂砂糖 那接下來就下無糖優格 分次下啦 讓它拌勻一點再下第二次 剛剛已經泡完水的吉利丁 它其實就有點軟化 而且它會 因為它泡冰水會有點成片成片的 要加熱我們的草莓泥 它檸檬汁後來就可以跟草莓加在一起了 檸檬汁只是提個鮮味啦 要加熱了嗎 要加熱了 請上 哇呼 卡士龍 點火儀式 我再有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會一直以為都有耶 那大概呢 讓它加熱到旁邊冒小泡 它其實就夠熱了 因為融化吉利丁 只要五六十度以上它就融化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就持續來把它打軟 沒有結塊 它是滑順的 其實你就可以挺熟 那我們接下來要把剛剛的鮮奶油呢 就要 好 趕快關 趕快關 要打發鮮奶油 然後我們大概打到七分發 七分發是大概像怎樣 全嗎 全嗎這樣 就是不會動 三分 七分了我們 就是有這個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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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員就是演員 那接下來我們要打發鮮奶油 不管你用手持 或者是用桌上的鮮都可以 那我們放吉利丁了嗎 好 剛剛草莓已經加熱完 我們就可以把吉利丁放進去 記得把水擠乾淨喔 你攪拌的時候 一個腳翹起來 你其實沒有化到水 沒有辦法融化 那如果你沒有把它完全化開 別人吃你的蛋糕 就會吃到一塊硬硬的吉利丁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我們剛才四分的七分發是長怎樣 你看 哇 你看有微彈 對 有微彈 這個先放一邊 我們先下草莓泥 好 先下 草莓泥要下在哪裡 下在那個啊 滷肉湖這邊 然後在下的時候也是要分次 我記得好像草莓泥不能太熱的時候 對 不要它剛才滾了 你就馬上加幾滴 就馬上下去 你讓它回覆室溫大概四五十度 你就可以下 它會開始呈現一個非常漂亮的顏色 可以形容我們十五年有情的粉紅色 才怪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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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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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常快的三倍速的這個速度 好 這個OK咧 我們就是要下剛剛打發的鮮奶油 對 那這個我們就跟大家分個兩次一下 唉唷 你們可能再證明一下 你等一下 你看對不對 是不是 有有有有大的感覺 有大的感覺 那我們已經拌好了慕斯 哇 你看 柔順沒有顆粒 哇 你真的好會打喔 好 那我們從烤箱裡拿出來這個餅乾底 就大概會烤成像這樣的深棕色 就是把牧師湖呢 我們先大概一半 一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把草莓插進去 為什麼你人畫草莓 你們演員是不是有通病 你們聽到某個動作你們就要反應 插 說 你第十太多演員 好可怕 死了 死了 你們好專門體可以喔 為了它表面有一層 漂漂亮亮的 我們就是從切面朝外 黏著這個膜這樣下去 對 然後擺一圈 這樣就是多 等於說你的外面呢 就是都會有一圈草莓 壓下去你要讓它碰到餅乾底 這樣它才會立得起 我們已經有倒一些牧師湖進去 所以它草莓是可以黏住的 可以立起來的 繞完一圈了之後呢 我們就是要再切一些草莓碎 所以再把它鋪滿 就是大概一個草莓切四份就好 十字切 十字切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把草莓丁呢 毫不保留 毫不保留 哇 怎麼那麼多 這樣是合法合法 可以 合法合法 這個就不是草莓生 我都是生乳酪炒 草莓 就是到完牧師湖之後呢 你就稍微再把它表面抹平一點 好 重重一點 然後把氣包敲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去冰箱 那因為它裡面有草莓 所以我們不要放冷凍 對 清晰溫不能放冷凍 對 我們就放在冷藏 大概八個小時 那上面的裝飾呢 其實很簡單 你就剛剛的草莓泥啊 或者草莓果醬 或者放幾顆新鮮草莓 其他就是很漂亮很好吃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 我跟阿拉斯呢 胡亂了這麼久 對 做出來的蛋糕怎麼可以這麼漂亮 阿拉斯你可以分享 怎麼把這個蛋糕切得這麼漂亮 刀子要加熱 對 你刀子先泡過熱水 把上面的水擦乾 然後去切 它就可以有比較漂亮的切面 不會像你一般切蛋糕 就... 哇 每一口都是草莓 唉唷 好 那我又沒有放 喔 我幫你大概的 好好吃喔 有補合你的希望嗎 也蠻不錯的耶 我覺得 對啊 因為它有很多層次啊 比如說它上面那一層那個 乳酪就很Q彈嘛 對 還可以吃到果蝦 然後底部那個餅乾 又沒有烤得脆脆的 欸 對對對 我覺得餅乾其實算是 輔佐它酸甜的很重要的部分 然後你看它的內裡也是蠻Q彈的 鮮奶油要達到七分發 是是真的是這樣 一定是 有原因的啦 事出怎麼樣 必有因 無三 不成禮 無巧 不成書 十五年的友情 可以再聚在一起做蛋糕實在是不容易 所以如果你有像這樣的緣分 你就要好好珍惜 謝謝阿拉斯給阿拉斯個掌聲棒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夜市甜點店的話 幫我按讚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喔 對不起 掰掰 掰掰 還愛吃 這我多愛吃 我死命地壓你們這些可憐的老公階級 就是這樣子 你看誰可以壓好壓好壓好 壓好了 壓好壓嘛 壓好壓 聽講壓好壓賣 他還覺得沒有很好笑耶 我沒有說話 他還在說我們兩個不好笑 他以為真的很好笑 好笑喔 好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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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喔